阿夜來了香港,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創刊的《真爛日報》, 報社在香港島,永樂東街35至37號,二樓。 他應該算是第一份專講娛樂新聞報紙, 最初由李源東街14號的《神記》和他印刷,每日印成萬份,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三月,《真爛日報》改用粉紙七彩印刷, 有雷宇田先生烏龍王漫畫連載。 阿夜記得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, 星期日,《真爛日報》和泰山聯影業公司合作, 那天上午十點,在香港島,灣仔, 洛克道339號,環球戲院, 招呼讀者看出苦情戲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, 導演採員和拍攝影畫戲《張活游》、白恩、杜萍、司馬華龍, 和聲黎小田、黃愛明、梁俊密、 和馮寶寶都隨遍登台,和觀眾見面。 中華民國五十年那時,由梅兆芝當社長,賣一毫子。 中國復習回眠港時, 華民國五十九年那時, 和他登段九十六平方英寸廣告, 要給二百八十八銜籠!